完全一样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到那个真 你真正所见到的 会是相同的 它不是两个季节 跟今天上讲的一定是一样 它是见过三次都没有告诉别人 这个跟师尊在经上教导我们的 是相同的 自己有境界不必说 只有对一个人可以说 对你老师 请你老师印证 那么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明哥 佛为什么这样教导我们 现在这个世界 你看多少人 他自己说是佛来的 他成佛了 或者说自己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正在戒律里面呢 这是大妄语 大妄语的最多阿伯地语 欺骗信徒 欺骗众生 其目的呢 无非是要求明文理 搞这个 所以真正是佛再来的 不破路身份 这是真的 反正是不破路身份的 那肯定是假的 你就不要相信他 真的不破路身份 什么时候破路身份呢 破路身份就走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像我们这种永明言受到 阿弥陀佛再来的 身份也破路 走 你再也要找不到他 有啊 弥勒菩萨 布袋佛尚 布袋佛尚身份 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他说他是 弥勒菩萨化身再来的 说了他就走 他坐着走 这是真的 如果有人说他就成佛了 他说了他不走 假的 那肯定不是真的 他说了他马上就一盘腿 他就走了 那真的 那不是假的 这个是佛让我们辨别 末法时期 有些冒充佛佛尚 那你就从 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能辨别 他是真的是假的 没有说说了不走 哪有这种道理 那么这说明着 我们的心 其心动力 言语造作 不能不谨慎 所以天堂 不是上帝造的 不是佛菩萨造的 地狱 也不是阎老王造的 统统都是你自己 善不善念 感应 变解出来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